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日遭到警方逮捕 英国广播公司BBC确认被捕的那个人就是施特金 那么施特金的发言人证实他正配合警方调查 这是当地警方在调查2017年苏格兰独立运动 募集的60多万英镑资金的去向 当时这些资金应该用在推动独立 但是却被发现运用在其他地方 今年4月份施特金的丈夫为了政党资金调查案被捕 施特金在接受7个小时的询问之后 稍早已经获得释放 话题人物这事前美国总统川普遭到联邦刑事起诉 他被指控卸任之后非法携带机密文件 民调显示将近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 这项的起诉出于政治动机 我们来看公布的起诉书内容提到 川普遭到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 在佛州海湖庄园非法持有美国盒子以及国防机密文件 总共累计38项罪名指控 川普周六在发表演说时 抨击拜登与美国司法部 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展开的猎物行动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最新民调也显示 当中有47%的受访者认为 这项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 但是也有高达48%的民众认为 川普应该被起诉 我们待会看到 现在有舆论指出 川普参选总统 很可能是为了自己选上总统 才可能帮自己特赦 美国前总统川普大驾光临 这家乔治亚州松饼店 这也是他周五遭联邦起诉后 首度公开露面并对此表态 吃饱喝足又又支持着大力相挺 川普在共和党大会造势上 更理直气壮 抢瞎拜登政府 尽管官司缠身 但不少专家都认为 川普会选到底 因为似乎只有当选才可能脱身 外面分析过去司法部都主张 起诉再任总统是违宪 最高法院也没过往案例依据 若川普入狱后却胜选 他可能以宪政危机为由 诉请自己获释 又或者川普就任前 法官先以宪法第25修正案 将他免职 而现在关键落在川普再任时 任命的佛州联邦法官 甘农身上 如果甘农推到选举后才开庭 将大幅增加川普胜选后 撤销官司机会 然而共和党内初选对手 这时也不敢落井下石 专家指出就怕川普随时落马 比上特彭斯等人 就能吸收川粉票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浙江会是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的 空中军事演习即将登场 来自25个国家的上万名士兵 以及超过200多架的飞机 即将参与这一次的演练 但是引来大批民众抗议 我们来看当地有民众高举和平步调 出现在德国文斯托夫空军基地 他们表达反战的立场 民众是这样担心的 说这一场的军演 对外很可能释放错误的讯号 导致俄乌战争进一步的恶化 这一回的联合军事演习 是由德国发起 25个北约成员国参与 将出动23款不同型号 250架的战机 光是美国就会派出100架 那么到时候可以看到 包括最新进的F-35A隐形战机 将投入模拟迎战敌机作业 同时拦截空中发射的长生导弹 以及在北海上空 展开防御性的军事演练 关注的话题是几天前 乌克兰南部卡科夫卡水坝遭到破坏 欧欧双方指责都是对方的策划 那么现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国际刑事法庭已经针对这个世界 展开全面调查 泽伦斯基表示 国际刑事法庭已经派人到水坝当地视察 搜集资料 强调乌克兰的执法人员 以及相关机构会全力配合 乌克兰国防部副务长指责俄罗斯军队炸毁水坝 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乌军在南部赫松地区的推进反攻的军事 那么由于水坝的位置其实是在二战区 所以欧洲理事主席敏歇尔 以及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都认为 俄罗斯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 赫松官员也指控 俄罗斯故意破坏救援工作 炮击三艘护送居民的小船 导致三人不幸死亡 十个人受伤 这起事件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 可以证明是不是俄军下的手 乌克兰官方公布一段神秘的电话录音 以重磅头条报道 俄罗斯官媒在新闻黄金时段 向全民报告前线最新战果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在扎坡罗勒的田野街击退了乌军 还消灭了西方军援的防空雷达系统 似乎要一吐前两个礼拜 频繁遭遇境内攻击的阴霾 同步公布号称地表最强武装直升机 卡52挂弹轰炸画面 俄罗斯宣称重挫乌克兰反攻锐气 尤其是在巴赫姆特外围的贝尔西夫卡 一副战斗意志高昂的样子 俄罗斯士兵成亲没有弃手 似乎这是在回应前几天 瓦格纳批评俄军全员落跑中的指控 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一谷也亲自出面 视察工厂和弹药库 小伊谷都不断提到要加速前线军火交付速度 就在乌克兰四级反攻的氛围下 俄罗斯始终不认战事失利 输的只能是乌克兰 只是从俄罗斯媒体到国防部的大内宣 力道都能看出俄罗斯从上到下 对乌克兰战事态度已经改变 胡新很自然的就说出战争二字 似乎已经忘了在开战之初 他还下令全国不准说 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战争 现在自己却一天到晚挂在嘴边 这种转变是在大众面前 刑诉俄罗斯是受他国威胁 被迫上战场的被害者 民意一定要支持 但是却对抢来的占领区来个冷处理 民宅全都泡水 在淹水前俄罗斯宣称 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淹水后不闻不问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到大坝淹水现场 眉头皱到不能再皱 而就在他前脚一走 俄罗斯炮弹马上炸过来 就这么准 炸在泽伦斯基刚刚站的同一条街上 赫尔松本来就是战区 现在还变灾区 边撤离炮弹一边打过来 呼啸声像是要掀起小喊啸 洪水中撤离本该穿救生衣 但在这里要穿防弹衣 但任何如所谓 我们能被阻挤在这地方 然后说的 在这边的阶段 是乌克兰人们的控制 在另一边的阶段 是乌克兰人们的控制 俄罗斯正规军和瓦格纳水火不容 自家人未来在前线邀功 斗得更凶 TVBS新闻走河报道 地址活动但已聚焦的 就是菲律宾旅宋岛东南部的麻雍火山 是在周日晚间熔岩开始喷发 我们看到滚烫的火红色熔岩不断流串 这是在旅宋岛东南部的麻雍火山 剧烈活动持续进行 那么事实上研究人员 从几天前也就是上个星期五 就已经侦测到熔岩蠢洞 生怕喷发冲击到邻近的农业社区 所以当地政府在火山方圆6公里 30个区域已经疏散了1万7千人 麻雍火山其实在西元1814年曾经喷发 那么当时的惨烈的记录是熔岩掩埋村庄 不只数万村民无家可归 还超过1000人死亡 所以政府不敢掉以轻心 严防熔岩成灾 再看是奇迹生还的故事是在 亚马逊雨林坠机 黄野求生40多天的四名小姐弟 年纪最大的13岁 扛起照顾大家的重任 来看这段过程 哥伦比亚旧能军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上个月1号 坠机失踪的四名海童 分别为13岁 9岁 4岁和1岁的海童 身形略显瘦弱但意识清楚 他们等于在亚马逊雨林中上演真实版荒野求生 亚马逊雨林坚称了40多天 哥伦比亚总统专程到医院探访 也见到功劳最大的13岁大姐莱斯利 家属说莱斯利平时就学习丛林求生 懂得用法带搭帐篷磨面粉汗彩椰果 没想到真的派上用场救了弟妹 回顾当时的坠机 救难员只巡货机上三名成人遗体 不见四名小孩踪击 不过后来陆续发现小脚印和吃剩的水果 研判小孩们生还机会很大 四名孩童获救后 当地原住民也特地举行传统的感恩祈福仪式 这次哥伦比亚政府动用上百名士兵和原住民 合力搜索125平方公里的土地 总算等到奇迹发生 不过幸存的孩童表示 最近后妈妈其实撑了四天 才因为伤众不幸避难 有新闻送不到 回到国内的政治焦点 这是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参加青年论坛被问到国防安全时 他发出了惊人之语 他说网军第一 网军优先 说每年可以挑一天去瘫痪大陆某个网络系统 警告大陆不要乱来 但是现在有刑事专家认为 说这样的做法反而暴露我们台湾掌握对岸网络漏洞的程度 而且恐怕也违反了国际相关条约 主动对大陆展开网络战 这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脑海破坏强化 国防安全的第一步 透过网络攻击警告对岸 用国家力量培养网军是柯文哲四年前赴以色列学来的经验 柯文哲认为资讯战是台湾强项 但要主动网攻 专家认为对台湾不见得有利 如果你能够瘫痪中国的网页 不就代表说你警告了中国说这一边有一些漏洞吗 那所以说其实这一些会不会表示说 未来我们在利用网络在得到情报 或者是在更关键的时间在瘫痪中国的网络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一些 可能到时就没有办法去发挥这样的作用 每次攻击就等于告诉对方台湾掌握程度到哪 更何况政府网军都有一定规范 以美国来说只有在战时才会对敌方主动攻击 柯文哲的主动瘫痪说法 最后只怕变影战 专家认为要更审慎因应 网军瘫痪一时听来很爽快 涉及国家安全凸显的是柯文哲的想法 还有待专业补强 再关注到就是我国空域安全了 这次总统蔡英文先前到空军南部作战管制中心 与飞行员空中对话 但出现尴尬场面 蔡总统话还没有收完话筒的另一端 却出现了共军广播 拿着话筒信心喊话 总统蔡英文9号前往空军南部作战管制中心 但讲着讲着突然出现这个声音 话筒临端声音来自对岸 直见总统露出尴尬表情 对话才接续下去 怎会有这情形 两次三中四中 我们民主国家 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 所使用的紧急波动 中共都能够掌握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的巧合 那是不是中共已经掌握总统的行程 总统要做哪些动作 随后多支大陆工帐 也将影片后制在抖音平台扩散 但空军也强调 总统以备战专线电话 与飞弹部队通联 而共军则采国际紧急 开放频率广播 两边系统不同 只是对岸野心不仅仅在话筒里 这个月8号国防部公布 30架次共击 穿越巴士海峡 绕后抵达我国东部海域 重叠比对日方情资 有17架次的共击 穿越宫古海峡到太平洋 正是意在封控台湾的前行战术 所以必须要增强我国的国力 也来看看台美交流 这是美国川普政府时期的 副国安顾问博明 他反大陆深远我国的立场 向来鲜明 这回是以智库学者的身份 再度帅团来谈交流 当中也看到了 有几位退役的 以色列高阶军官 拿出他们的强项 想要来跟我们台湾交流 我们准备主谈的主题 就是分享反制 无人机电子战 12个月征兵服役的举措 是台湾全社会 对捍卫主权承诺和宣告 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 挺台抗中向来大明大放 今年年初才在台湾 支持兵役改革 探讨话题更深入 前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 这次将以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身份 率团来台 不过这次随团的学者中 有几位身份比较特别 过去出身 以色列的退役高阶军官 他们专严的领域 除了后备制度以外 也包括了AI研发 以及像是反制无人机 这样的国防技术 出身以色列国防军 黑门山旅的备翼上校马龙 话题将聚焦后备动员 跟地面战经验 推议准将以福安 将和我国有关部门 分享无人机反制 电子战和自然观点 而曾任以国国安顾问的耐格 更是人工智慧 国防科技研发领域的行家 据传爱国者飞弹的战场实物 也是会兼话题 我国新人驻以大使 以当年深知以色列的处境 和防务实力 是台湾重要参考范例 像是知名的铁穹防空系统 起源于屏占转换 成熟且灵活 这个整个的系统的指挥官 是一位20多岁 还在读硕士的一个学生 这个放到台湾 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以色列最值得台湾学习的地方 反而是他们的创新思维 要怎么说呢 以色列国防部 其实禁用了非常多 在这个有军事背景 军事专业 或者是他有这个所谓的 政策的专业的这些文职人员 进入国防部 那这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富有 创造力灵活 而且可以及时的去因应 威胁的武装力量 尤其被视为当今战场险学的无人机 台湾近年正努力追赶世界脚步 不过学者认为国军当务之急 是如何有效地避免去年外道袭扰 未来又重演 军方的反制流程就是使用所谓的干扰枪 好 那我想邀请大家想象一下 你使用干扰枪 你的反制效率真的是够好的吗 因为你是用人力去寻找目标 那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寻找目标 其实才是重点 而且你要知道它从哪里来 所以你要有一个好的雷达系统 那我想台湾当然有类似的能力 但是如果说对方愿意跟我们交流这一块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但不得不提国际现实 今年为止 中国大陆是以色列第二大的贸易伙伴 仅次于美国 而且他们现在正在谈自由贸易协定 大概估计是今年内就可以签署了 除了经济面 中国大陆部分军事科技 不难看到以国的影子 去年以色列也曾为了双边关系 台面上跟台湾保持距离 学者推测来台契机 在于博明和美国共和党对台态度 或维持跟川普政府的一些联系 另外一个就是他也跟台湾 事实上以色列跟台湾也保持着 相对友好的关系 他也可以借这个来了解台海的状况 或许背后的推力 依然源自于政治考量 但台湾如果能统中受益 交流多多一善 TVB新闻何嘉宁 叶玉甫看到 聚焦乐视我们国内的社会焦点 新北幼儿园胃药案 巴比托药物到底是从哪里取得的 那么现在卫福部强调 巴比托就是一种管制的药物 很可能是透过非法的途径取得 那么现在在第一线辛苦忙碌的教保人员 也为了这件事情陷入两难 是否执行家长委托的胃药单 新北幼儿园胃药案 引起家长对幼儿园脱育忧心 但幼儿园老师教保员平常受到家长委托 也会协助孩童吃药 教保联盟也认为 现在已经陷入要不要帮忙喂药的两难局面 教保人员帮忙喂药和家长间 虽要互相信任 但没有法律强制必须要协助 教保还没联清事件前 其他无辜的教保员受到波及 不止幼儿园老师担心 医师也怕无辜受牵连 基层医疗协会发声明 表示药品来源可能有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管道 甚至是网路购物 应该尽速追查药品来源 还没获得离清前 不应隐涉事来自医疗院所 各界呼吁要赶快追查药物来源 新卫市长侯友宜也说 检方侦查脚步调加快 要将事情讲清楚药物从何而来 微服部也强调 巴比托是第三级管制药物 领药人要持有专用处方 还要有身份证明签名和奏策登记 巴比托从何而来还未可知 真相出入前教育医疗界所产生的忧心 也难以解决 台北采访武道 也来关注幼儿园的胃药案 会不会变成总统选战攻防战 副总统赖信德 呼吁尽速成立医疗团队 来保护这些孩子的健康 还提到了侯市长加油 现在遭侯已讽刺划错重点 赖清德这声加油 听来让人泄气 幼儿园未要案 侯友宜亲上火线公开回击 突袭现身市府说明会 侯友宜日前更两度要求赖清德 督促减调加快脚步 我相信赖吾总统也应该 希望这个事实的真相 也能够理清楚 因为只有理清楚事实真相 才能不造成我们 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恐慌 不过6月13号就要进行 未要案专案报告 蓝营却凭借人数优势 让侯友宜可以不必出席 人品要真相 市长来报告 市长来报告 你唯一能够补救的机会 是明天光明正大的 走进新北市议会 不然不要讲总统 你连做这个新北市长 都不够格 面对所有的问题 我永不会逃避 要议会的所有流程 我们要给予高度的尊重 但国民党内也有声音 希望侯友宜直求对决阻止延烧 只是前一晚与家长的面对面 绿营在指控市府 出动后用校长组成人墙 议员走上前却遭人墙隔开 教育局紧急澄清 特别来借用他们的专长 他们现在就是一对一 服务家长的窗口 市府决策 每个动作都可能伴随危机 TVB 新闻流力厂张科 SNG小组先被报道 这是会为了迎接暑假商机 所有的布局吗 微软旗下游戏主机 Xbox的线上发表会 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作品 是出现了新的碳黑色主机 那么因为容量大幅的提升 所以卖价也正式的往上台 超过新台币1万元 游戏迷瞩目 Xbox 2023年度线上发表会 台湾时间周一凌晨登场 抢先释出主机消息 专攻低预算的主机Xbox S 常常被抱怨512GB 储存空间不够用 9月正式发售的新机 即将推出1TB SSD 而且还是新款碳黑色 总算不怕白色容易脏 不过售价从299到349 挑张50美元 台币正式破万 似乎渐渐脱离评价市场 而规格升级 就是为了迎接最新3A大作 发表会同步公开 微软旗下Bethesda 预告很久的RPG星空 主打丰富开放世界 让玩家探索不同星球 而微软为了这款游戏 卯足权力行销 除了限定配色手把 无线耳机 还卖手表 今年游戏大作接二连三 不过刚推出最新萨尔达的任天堂 5月日本Switch销售 竟然比去年同期萎缩6个百分点 找来演员板口剑太郎代言 也就不了买器 反观索尼PS5在日本卖出量 比去年暴增一倍 不过两种主机推出时间有差 各卖出几台不能直接比较 特别新闻众后报导 金融界的话题 这是瑞士银行即将与瑞幸完成合并案 也将成为在瑞士独霸的超级银行 那么为什么富豪会特别偏爱这家瑞士银行呢 因为呢 银行业者可以帮忙保密 账户里头就可以存放 用来逃避 要缴交给政府的大笔税款 瑞银砸下32.5亿美元并购瑞幸 将成为掌管五兆资金的超级大银行 外界看来是瑞士政府施压促成 但一切其实有迹可循 最新银行之后 最新银行协议理计划 估了 Credit Suisse 而决定 它并不选择 作为价格的账户 Credit Suisse 被推荐了正在架上 而 最新银行协议委员 被推荐了 提供的账户 提供 提供的账户 包括 $9 billion 政府的账户 还有 削户 $17 billion 的 81 账户 账户 瑞幸以及瑞銀都是所謂的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 是全世界前30名大到不能倒的銀行 因此這一次的債務危機也讓瑞士政府積極促成 還將提供將近1000億美元的緊急流動資金 未來瑞幸的股票將會下市股動 每持有22.48股流通股 就可以獲得一股的瑞銀股份 而瑞銀將承接瑞幸的所有資產還有負債 除了銀行規模會這麼受到密切關注 其實都是因為瑞銀還有瑞幸的資產很多都是不能說的秘密 瑞士因為中立國身份加上法規規定 顧客信息成為機密的內容 如果外洩甚至可能要吃上勞飯 也因此不少資金來源都在灰色地帶 從瑞銀就有半數存款來自行 自美国 瑞盈也曾经坦诚 协助4.7万美国民众避税 专家认为这样逐渐透明化的做法 已经成为趋势 瑞盈尽管因为资产惊人 在金融市场站有重要地位 但未来有些秘密恐怕还是得被迫 瘫在阳光下 我觉得美国民众有意见 他们不能够活动在空间 外国民众很喜欢 他们有这个秘密的秘密 尽管和尽管 外国民众和政治上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 而对国民众的压力 也就是一个重要的 但如果你想有 对国民众的秘密交易 你也必须给国民众的优优 目前瑞盈大掌门是由今年刚回锅的 安思杰当家 他曾经靠着削减预算 带领瑞盈走出金融危机 与其这次并购资产负债 上百亿美元的瑞幸 也将展开一波裁员 安思杰杀法果断的做法 将带领快速壮大的瑞盈集团 走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体谈话题 这是美国职棒大联盟 洛杉矶天使队二刀柳球星 大谷祥平 那么在球场上 他担任打者的时候 碰到了一颗外脚坏球 遭盼三振 大谷祥平气氛开骂 MLB天使周六对上水手 第三局打者祥平上场 祥平本季第十八轰出炉 只差一轰就能和目前美联 全雷打排行榜 居冠的洋机强棒 并列 但五局下 祥平出现插曲 面对投手一颗外脚滑球 祥平挥棒紧急刹车 结果裁判竟然判 这是好球 祥平立刻举手 对裁判连喊三次no 走回休息室时 一次还骂了脏话 天使对主帅Nevin 看不下去 上前抗议 实在是太怒了 教练直接被赶出场 水手这回乘势追击 火力全开 最后以6比2拿下胜利 终结天使五连胜记录 事实上前一天 天使才以5比3起走水手 大谷担任先发投手 连续三阵对方打者 三局下 打者祥平更是敲出本季第十七轰 可惜的是祥平在这场比赛 只差一只伊雷安 就能达成大联盟生涯 第二次完全打击 这也是他本季第四度 措施这项成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拼观光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带你来看看 在日本九州 佐贺这个观光联盟 有位重要的推手 大家都叫他宽哥 那么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也是负责香港与台湾的 观光宣传的主要的对象 在这个台湾的留学期间 他告诉大家 最喜欢到九份去玩 在西眼温泉的舞蹈场 蒲山宽与到访的媒体 跟着老师挥舞扇子 一起学跳舞 换个行程来到唐津市 他也以中文向大家介绍 在地的庆典 文化跟风俗民情 探亲公立节的那个花车 庙会的时候就会 这是每一个市镇 还是每个区 每个区 每个区的 对话回应 中日文切换 无为何 他是先开那一家 先开那一家 先开那一家 他后来就开了这一家 大陆也很熟悉 那他们那个杯子 都是肯定消息 到了店家餐厅 一边关照 前来采访的媒体 也不忘跟老板娘 致意寒暄 相当周到 带着类似哈利波特的造型演技 被部门同事称为宽哥 当被问起中文哪里学的 福岡出身 目前在为左河拼观光的 浦山宽表示 十几年前我在台湾 待了两年 我对台湾印象深刻的就是 台湾人是很热情的 有的时候我就是找不到 比如说我要去换钱 要去找银行 那时候刚好有路过人 然后我问他 附近有没有银行 然后他除了帮我找 然后他还带我去那个银行 然后我非常感动 他笑说 在台湾两年书也念了 完也没有少过 有一个地方更是去了超多次 每次我的日本朋友来 一定要去九份 所以我九份去过了十几次 也可以做导游 接受TVBS专访 全程中文回答 偶尔懊恼说得不好 干脆记者就请他来 好好的介绍左河 佑德到河先生 那边那是起到生意兴隆的 然后每年大概有三百万个 的参拜客人过来 每年十一月的话 有很大的两个祭典 一个是左河国际热气球比赛 然后另外一个是 团经的功利节 那说到左河可能大家想吃的美食 就是左河牛 那在国外也非常有名 左河现在有很多草莓农场 也可以摘草莓体验 那也有 左河也有白草莓 这位左河宽哥说 九州很美好 左河更是值得一游 对于曾经短暂生活过的台北 有许多回忆 甚至一度计划 要在阳明山上 跟当时的女朋友 现在的老婆求婚 面对镜头不时耍俏皮 她也希望台湾朋友 可以多来左河玩 走走逛逛 吃美食泡温泉 绝对不许此行 最后直接中日文双语 对大家喊话 效果满点 TBS 徐启方 日本左河的采访报道 一起来看美国为什么希望修补 与沙烏地阿拉伯的关系 因为对方正在积极地投入娱乐 运动产业 目标要成为中东的好莱坞 先是以一纸天价合约 签下全球知名足球明星C罗 接着又为高尔夫界 投下一颗震撼弹 我认为是在所有的PGA游戏 我们在一个执行 的执行 让我们与PIF 在一个建议和活动的方式 美国PGA宣布与竞争对手 LIF职业高尔夫巡回赛合并 LIF的背后是沙烏地阿拉伯 投资的共同资金 产油大国跨入全球体坛的雄心 慢慢浮上台面 能量很大 如果你看到 沙烏地阿拉伯 靠着雄厚资本 慢慢洗白在体坛的形象 也扩大影响力 尽管过去有不少人权争议 沙烏地阿拉伯靠着雄厚资本 慢慢洗白在体坛的形象 也扩大影响力 不只体育方面也跨足娱乐产业 最近五年沙国政府不只解除电影院禁令 根据研调机构统计 2022年串流媒体上阿拉伯语剧 数量跟2019年相比将会翻倍成长 沙烏地政府打算在2030年前 在国内制作至少100部电影 而且愿意提供资金 试图成为中东的媒体重心 重新定位大家对沙烏地阿拉伯的形象 沙烏地阿拉伯积极转型 让美国从政治和商业都不断靠拢 尽管根据统计 美国有66%的民众 对沙国没有好感 只有3%认为是盟友 但是却有40%认为两国关系有必要 美国也派出国务卿布林肯 在这个星期出访沙烏地阿拉伯 是美方一个月内二度派出高官前往沙国 布林肯此行最大目的被视为是想修补跟杀国的关系 强调美国还是中东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美沙关系从拜登上任后就是负面开局 2018年一名华盛顿邮报记者 哈绍吉遭沙烏地阿拉伯分尸谋杀 美国跟西方国家大力谴责 如果美国政府认为 Mohammed bin Salman was behind or in some way related to the death of Jamal Khashoggi How can this administration continue to deal with it and in what way do you intend to Well I think we'll wait for the unclassified report to be released 再来又因为石油减产问题 沙国政府狠狠让拜登难堪 It was it was a very it was a surprise to the to all I think watchers and the market followers Maybe for the next meeting of OPEC for them to take such a decision However they did not wait for that 今年沙国还在中国大陆斡旋下 跟伊朗在北京上演大和解 恢复中断七年的邦交 这些举动显示出沙国为了巩固地区利益 可以跟美国的对手敌人合作 摆脱长期仰赖美国的状态 同时也向世界各国游客招手 When Vision 2030 was launched in 2016 The aim was to diversify away from oil And what better industry to do that than tourism We were at 3% contribution to GDP back in 2018 發展软实力蓝图 沙烏地阿拉伯重新确立 作为区域大国的地位 他們的崛起讓全球不容忽视 TBS新聞綜合報導 一份婚前協議可不可以讓婚姻的經營更加的順利 之前就有讨论过了 就譬如说家事的分工 可能我少一点点 看到男生就是倒垃圾什麼的 然後洗碗 然後會買那個掃地機器人 我就不用掃地了 然後準備買那個洗碗機 就是先溝通 可是因為我們在一起也算久 所以大部分的就是協調上都已經差不多了 只是之後小孩的狀況那些可能會比較多變化 可能要再溝通 有什麼問題先講清楚 好降低未來雙方發生衝突的機率 而像是這樣 在婚姻關係成立前 就未來的婚姻生活規劃溝通 超前部署 除了口頭上更進一步的做法 還有白紙黑字寫下的婚前協議書 而所謂的婚前協議 就是雙方在結婚之前 針對婚姻當中所要履行的權利以及義務 來所達成的共識 裡頭包含要不要冠夫姓 或者是小孩的姓名小孩的姓氏 還有家事的分配 以及夫妻的財產制度 而所謂的配偶間財產制度 主要可以分為三種 沒有特別約定的話 就是適用法定財產制 配偶間的財產各自所有 但當婚姻關係結束時 雙方的婚後財產扣除債務後 其差額平均分配 而共同財產制 則是配偶之間的財產 除了特有財產外 其餘都合併為共同財產 為配偶共同擁有 另外分別財產制 則是配偶之間 各自保有其財產的所有權 各自管理 使用 收益 離婚時也不能互相請求 剩余財產分配 比如說婚後 跟他人去合一性交 列為一個違約的室友 那如果說你只是講 賠多少錢 那通常法院會問 那比如說你賠100萬 那這個100萬到底是 損害賠償的預定呢 還是說是懲罰性違約金 如果是損害賠償的預定 那你可能要證明說 為什麼他這個行為 造成為了100萬的損害 你要去付一個舉證責任 但如果是懲罰性違約金 就會認定 這個就是一個懲罰 你就是要賠人家100萬 基於這個司法制止 還有契約自由的精神 婚前協議原則上是被允許的 但內容如果是嚴格的去限制 到對方的人格 或者是財產等權利的行使 就會被認定是違背公序兩署 雙方OK就算成立 但是也有無效約定的地雷 得要注意 包括老公婚後 要將所賺的錢 全部交給老婆 不夠還需補足的五則天條款 就會被認定違反善良風俗 判定無效 而在婚前 約定如果如何如何 就離婚的內容 也會因為不符合婚姻的價值 所以不能寫在協議書上 另外孩子的侵權問題 會以最佳利益作為判斷依據 無法在婚前就先約定好要給誰 至於刑防的頻率協議 則會因為法律保障每個人的身體自主權 會被認定無效 現在的婚姻制度不像以前 是一個包裹婚姻 父母之運沒說之言 現在應該是基於彼此相愛而結婚 所以基於彼此相愛而結婚 婚姻協議就變成是 他是承諾了一環 他在處理的就是 我們要進入婚姻之後 會怕這個實質上的差異 這個差異 我們希望透過協議的方式 來公開的承諾 但是我要跟你強調 你在什麼記性名義 很多你是想不到的差異 那可能是實際上婚後 你才會出現 所以不要忘了 愛的本質還是溝通 破除以往婚前協議 就是看衰婚姻的舊印象 想要攜手愛人走一生 該先說清楚 講明白的溝通協調 也不能少 記者新聞中的榮 從岳台北採訪報道